你看 這個小丫鬟人本來好心 怕她冷 是吧 她這麼說 這不是聽的人心裡是不是不得勁 看著是說自個兒丫鬟 其實她說的誰呀 她拿話點的寶玉呢 為啥呀 就因為剛才不是寶釵跟她說 不讓喝兩酒嗎 她聽了 她就吃醋了 我說話你不聽 她說你聽 不高興了 有的事咱就琢磨不明白 還有這回怼的是寶玉的奶媽李嬤 這李嬤三番五次地跑出來就叨叨 說寶二爺不要喝酒不要喝酒 挺掃興 按說這主子們在一塊兒 哪有你一個傭人指手畫腳的 是吧 當時那個社會 這李嬤嬤不光是管寶玉 還數落待遇 你說你怎麼不知道 護著點寶玉呀 她喝酒你也不說管一管 待遇懟著李嬤嬤其實呢 她是為了替寶玉出頭 這事你說要放到咱們 日常生活裡頭更好理解的 你說啊 你跟你對象倆 平時打打鬧鬧的 你怎麼欺負她都行 你不高興了還行懟她兩下子 但是要外人說她一句 讓她不痛快的 那你指定不答應啊 是吧 馬上就得去護著你的對象呢 是不是 到黛玉這兒也是這個道理 寶玉想喝酒 奶媽數了她 她不痛快 所以說 寶玉不痛快 黛玉那肯定也不痛快 馬上跳出來 維護自己寶哥哥 這麼看 你看咱們這林妹妹還挺可愛 通過咱們列舉的這些例子 你就不難發現吧 你看不論這個黛玉是懟誰 都是最後因為這寶玉 都跟寶玉有點關係 這樣吵吵鬧鬧 這才是談戀愛嘛 對不對 就那麼酸分就是來兩句 意思讓你知道我吃醋了 你趕緊快來哄哄我 是吧 這一下子呢 就讓咱們這林妹妹變得 比較可愛 挺有煙火氣 是吧 大家對這個林黛玉的好感度 也上升了不少 人家睡覺 你進來幹嘛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我沒說什麼呀 我都聽見了 我看看 還疼嗎 我不明白 你真不明白 真不明白 這樣東西好玩 我給你留起來 回家咱們再好好玩 我不稀罕 你拿走 怪不得咱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呢 真是太風態了 真是太風態了